上周五 香港教育局要求取消上述试题 并派工作组调查考评局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称 1900到1945年 日本对中国只有比没有任何例 因此这条题目没有讨论空间 中共外交部 中共官方新华社 也相继发表评论跟进 要求特区政府根治香港教育晚级 张相会教授表示 教育的愿望本来是让学生 学会独立思考 分辨是非 懂得分析资料 而做出自己的判断 这是这一口题的宗旨 张相会教授表示 当权者并不希望学者 学生能够明辨是非 他以奥维尔小说1984中的故事为例 指出独裁者只会让拷问者说出独裁者想要的话 好像奥维尔的1984的小说里面讲的时候 当有人将这个云宵帝 被人敲问者说 第四十指出来问 几十指啊 他说四指 电续 五指 电续 你说什么 不是说什么是什么 是听我话 张灿辉教授勉力学者效仿先贤的榜样 在强权压定的危机中思考反省 为学生为学术负起责任 新唐人记者站叶依凡梁振采访报道